《四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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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平安》這個祭祀活動 由來已經非常久了 《四平安》 農曆10月15號 是水觀菩薩聖誕 一般民間的俗稱 叫做三戒公聖 在相傳 在道教裡面有傳說 水觀大地聖誕那一天 它會降臨環間 給百姓帶來消災解惡 給帶來我們的風調雨順 所以說在農曆10月15號那一天 家家夫婦都準備生離 共平全程來祭拜三戒公 所帶來的一個庇佑 這個祭祀活動叫做《四平安》 晚上凌晨左右 要地天台 準備生離共平 做一個最上昌的祈求 因為我們的《四平安》 就是第一 就是整整的事情 就是小時候 大家家家夫婦 做過來拜王阿公 拜天公 來請客人 我們還要祭丁口禪 丁口禪的話就是說 男叫做丁 媳婦叫做口 女兒家出去就不算 女兒叫做半口 所以我們就是說 王千田一丁三戒 老千环兩丁兩戒 三人就是百五戒 百五戒 每年的時候就是在計算 說我們在這個《四平安》中間 首次吃的會用多少 所以我們就要算說 我們整個村莊有幾丁有幾口 把它裂出來算是算 分豬肉的話就是 拜完了以後 就是把整條豬分給 我們的《四平安》 或是陶雞、羅豬 每個人都有一塊豬肉 回去平安 以前我們就是農業社會 賢華拜、休賢拜 就是這樣 不然那個時間 就大家都這樣 說就做到 人家都很多人 都很開心 只要在這段進展 其實每一個政策 都可以超轉身 如果在《四平安》 大家都有這樣 農業在那裡 來去《二郎》 去《四平安》 其實我覺得 有這種牽液很好 清爭農業 有那個清爭 清爭的味 可以補齊掉 一直在農業社會 就裝了這個米 所以說 紅骨粿 紅骨粿就是 要講到我們的 吉祥、長壽 還有避免 他們都在《四川》 《四川》 他就是 黏在這裡 黏在那邊 黏在那邊 大家都要親自 因為農業社會 最初他一直沒打架 就利用這個 老的時間 就把親戚散 來走動 走親 這樣 大家都 我老人請 你老人請 是聯絡感情 對 他這個人就是 大家庭 因為大家庭 一家庭都講究 走孩子 這兩個大部分 都小康家庭 所以說 大家庭它的量 就比較多 20多 10、6多 12多 12多 12多算最少 像這裡 這次都差不多6多 這樣 那個量 所以就一直減少 他這小邊很努力 這小邊 拜便 沒有那麼熱鬧 經濟 經濟才開始 沒有老子 我叫阿姨開始就沒有老子 叫阿姨進前 有拜便 我們請客 第一行就是什麼 那些董事 大家都有生意 那一天 大家就是 來期待 我們小時候 小時候 要過年 這個廟墊 大家很高興 大人的時候 就來做粿 我們做小孩 那一天 可以說 吃到很好的東西 會值得回憶 就說 吃便宜 不要說 每天都吃便宜 讓我們大家說 風雨祖書 在小時候 我們一定要請大魚 大魚 第一就是乾魚 還有補底魚 人家說 我們這半生的意思 人家在看 身體線 以前 口氣沒有那麼活躍 大家家來 沒有第四代 沒有手機 不知道 大家沒有了 就是來 麵腳沒有看 一般來說 補底沒有人在看 其實那些身面 到那裡都無限的在看 他說 台腳沒有人看 他說無限的很大人來看 心面也來看 我們這個小平安 我們希望可以 跟這個 說過期我們 傳統的這個 文化 已經都漸漸 讓大家都 淡忘起來 我們今天要照這個 這個小平安這個外棟 我們 一合 我們這個二十四針 這個宮廟 做回來 我們應前幾 我們應安宮 從這裡來做客 然後來 把這個文化 跟這個傳統 把它找回來 過去那種感動 可以把它找回來 可以讓我們這個鄉民 可以感受到這個小平安 已經有在中心 然後 這個傳統 希望繼續延續下去 坐一會兒 我們今天想錄 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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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壓 二壓 一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